大家好 我是李明珍 謝謝大家到場 謝謝 那當然今天呢 在一開始這麼多媒體朋友們前來 當然是想來聽聽 您跟UA有什麼故事 那當然都稱為這個全民隊長 我們UA當中你最喜歡什麼單品 要不要跟所有的女生朋友們來分享一下 其實我是在2015年 才認識I'm the Amour 然後我個人是先愛上他們的Scope Brown 喜歡我們的運動內衣 對 因為他們的運動內衣就是 不但包覆性很好 是 然後它是感覺就會量身並做的 因為它的肩帶可以調 後面也可以調 像內衣一樣 可是它包覆性又非常的好 就是功能性很強 所以我自從穿了I'm the Amour Scope Brown之後 我比較想稱內衣了 OK 就是完全能夠感覺 像沒有穿一樣的舒適感在裡頭 而且我們I'm the Amour所有的運動裝備 都符合大家的食藥之外 今天來到現場 明珍跟我們的小故事分享完之後 我就要來好好問一下了 因為明珍其實一路走來 大家真的從開始在網路上面 follow你的所有的生活 關注你這麼多 陪我們喜歡你到現在你走到了這個螢幕之前 跟大家來分享所有的故事 想問一下一路走來 抱持了怎麼樣的意志 當中我們遇到什麼困難 你怎麼樣能夠保持正能量持續向前 因為我之前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工作狂 是 那我完全是沒有運動的人 我是在應該是二十二歲 二十一二歲 開始我的 因為我在馬來西亞 有經營小小的生意 對 那剛開始是非常壓力的 所以我的三百六十五天 每天都在工作 都沒有休息 然後後來我的生意 終於有一點點上了軌道 差不多花了一兩年的時間 是 那時候身體開始放鬆的時候 就發現很多的問題 因為我時常靠藥物 然後有很多身體上面的問題 就是腸胃炎啊 內分泌失調 所以我找了很多很多的醫生 醫生都 之後我就是開始服用內部醇 然後我皮膚身體狀況非常的糟糕 有一天 因為可是我是做美容的 對 所以我要照顧我的客人的皮膚非常的漂亮 可是我的皮膚卻越來越糟糕 有一天我就介紹顧客用一個產品 我就介紹一套產品給他 然後我就很有自信跟他說 你用的這套產品會怎麼樣怎麼樣 很好很好 他就一直看著我的皮膚 那之後 他是我的老顧客 是 感情非常好 那之後他突然間我 介紹完之後 他就突然間看著我的臉 問我一句話說 那我用了這些產品之後 我的臉會跟你一樣嗎 他就說你的臉這樣子 是 你介紹我這些產品 你說我會用的好 可是你的臉長這樣 對 那時候我就傻了 那當天我回家就很難過 很傷心 就一直對著鏡子哭 然後我就想說 我不能夠再這樣子 我就想要改變自己 所以才開始運動 好嗎 好嗎 好嗎